請大家幫忙思考一下 請大家幫忙思考一下 請問一下 在裡面用 這樣子有漏水 會不會很棒 第一個 大概歷史價值的部分 剛剛表記文久 那確切的部分 其實在指定能度不錯 它會有相關的辦法 要求做整個調查研究 所以調查研究出來 可以證明 會比現在找到的資料 會更詳細 這部分調查研究上面 可以都可以做得到 第二個 股基在登陸指定後 其實它具有的好處 當然會有專能在股島 包括它全部的房地稅是免稅的 然後再過來它的修繕 其實政府是補助的 包括中央跟市集單位都是補助的 就是說你只要依法來申請補助 原則上最高可以達到九成 就是說 假設要一千萬來修 那九百萬是在補助的 我們只要出一百萬 原則是這樣的 然後有需要細節的輔導的話 在指定登陸取的身份以後 我們都會跟專案來的輔導 現在說在裡面 又在這個程序上 它都不能動 又漏水 這個可能是誤解 沒有不能動的事情 只是要把整個調查做好 然後再做維修 那一般的人可能對整個程序不捨 所以這個部分的輔導是沒有問題 好 陳先生 所以如果登記補助要請 請讓我們知道 你什麼跟輔導的人員來配合 我們真的是很願意配合 但是說能夠把它保持得很好 這樣先 就是文化局會給你創作的話 就是我們收聽一下 會有一個實際的來做檢查的請求 好 我們還是看看 比如說這個登記白眼 有兩個登記白眼 沒有啊 那我們還是針對這個案子的內容 讓我們說 就我們現在的民辦事項 基本上會朝向這個 持牆士 持平抗擊的人員的方式 所以我當然提到這一點都 其他想法 這個 雖然你孫生今天照顧得好 並不在大報程度的影訊裡面 可是現在你特別為了要照顧 對著街這一站的歷史 所以為了幫助 因為已經很多改建 沒有辦法直接歷史建築 我們今天只有一個 我們就沈天安寨 如果我們是第二個 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能夠把歷史的呈現 能夠收更多的歷史故事 所以非常重視這裡 你只要會有一個open room的小區 可以改善 我們也去幫忙很好 也希望附近的環境可以改善 而且附近也有一些歷史建築 每一個學學在斷路中 也接受這個東方學制 也要審查 可以給他融進一種 而且我們是這個 當然買賣來講 也許不是很好 我們教會也有權力 可以讓這個火機的發展圈 移轉到其他地方去 如果我們自己的主地 或者其他最章領的地方 這東西有點複雜 可是就是不可惜的 我們在看說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說你這個歷史這樣參加好好做 因為我們在大道城 就算是街上計畫街上的 這種普通的歷史建築 每一個他在申請的時候 都要做很詳細的歷史調查 所以我相信資料會越來越多 當然也希望那個教會也會不會 可能有多少的盡量提供出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家委員還有 補教委 來 這個 誰定理由 跟法律系的第一點 因為剛剛是討論 你提到 這個教會的就是 老師說在日本實在裡面 他當作尤體是 尤體跟李孫生租的 對 所以這個房子是李孫生的房子 不是後代只是蓋的 所以 所以在這個第二行 於1903年先至憲法 定設計專招號的建築 建築 所以我建議說 這一句話 定設計專招號的建築 馬來提到第三點 有關建築物的它的特徵 就把這個 第三點的本建築 為明日初期的陽光建築形式 為專造二層建築 這樣的話就 避免掉前面設計的一個字 就是我們 湊潛之路 我們做的信任 以上 報告 謝謝你們 謝謝委員 家委員 有沒有提到 怎麼樣 怎麼樣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是 照剛才兩位組員 跟我們湊潛該委 台灣的幾天 我們在後續 來處理查 事實上 我覺得至少 就是我們 能力到五年 或者 才會一半的 這樣子的方式 來 好 就可以了 來 請問 審議案二 案有 民權西錄242 244號 建物文化資產價值 選擇 審議案 審議案二 民權西錄242 244號 建物文化資產價值 審議案 案有 民權西錄242 244號 建物文化資產價值 審議案 提行審議 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17 18條 普及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 登陸廢止審查 及輔助辦法 辦理情形 1 本案地址為 大同區 民權西錄242號 244號 建物為 大同區 延平段一小段 十八十九地號 一級套位圖 防罩位置圖 可以圖圓 可以請強附件一 第三頁 皇帝所有權 皆為私有 本局先前於 103年10月27日 辦理縣刊後 列測追蹤 列測會刊記錄 請強附件二 第四到六頁 107年1月9日 大使館 建範建築師事務所 受大廠建設股費 向公司 委託來涵 詢問本案建物 是否為古蹟 經本局 含附所詢建物為 本市列測建物後 該事務所 附於107年1月22日 檢附本案建物相關資料布局 向本局申請解除列測 原此 本局遂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十七十八項規定 於107年2月9日 邀及張委員天權 是本案造極人 劉委員竹英 王委員匯軍 辦理大同區民權席錄 242號244號建物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門案小組會刊 會刊記錄請委員參與 附件四 第十到十一頁 經過委員綜合討論 初步認定本案建物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專案小組員意見栽養如下 1. 構造工法為一般RC 立面移塑習石子以建風化現象 建築朝東方傾斜 且齊了外牆油和領土老化剝落物 應盡速同意予以解除 避免傷人 2. 目前僅有立面保存一些特色 內部空間已全部改變 未來新建築可將立面特色融入 或保存部分裝修 3. 建議立面移塑食物保留展示 整體立面於新建設計時以意向保留元素 5. 本案建物臨接直銷市令古蹟 研平基督教會 後續拆除 後續拆除及新建工程請深設單位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辦理 本案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行為人牆附建7 那這個是地級地形圖 民權西路242號24號定著在 研平段一小段189地號 是紅色範圍的部分 航照位置圖 本案臨近台北橋郵局 研平基督教會 研平基督教會是紅色框框的部分 地級地形圖 研平基督教會 座入於研平段一小段21地號 是現在紅色框的部分 藍色框的部分是本案的定座地號位置 那這部分是現況照片 你可以看到242號跟244號的例面 那這是242號的外觀還有它內部空間 244號的外觀以及它的內部空間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摘要 位置大同區民權西路24224號 座入地號 大同區民權西路24號 座入於研平段一小段18地號 民權西路24號 座入於研平段一小段19地號 創建年期依據所有選人表示 約為民國40到50年代 建物及土地所有選人皆為私有 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九層夜區 使用現況 建物皆為一般住宅使用 為外牆已有混凝土老化剝落 為避免砸傷路人 以先行佈置鐵架 所有選人保存意願的部分 所有選人以委託大廠接受股費的先公司 已將建物拆除重建 價值分析 金文化局107年2月9日 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刊 委員綜合評估初步認定 本案建物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你辦 1. 本案你請同意 一專小組委員建議 民權吸入242、244號建物 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不指定古蹟 不登錄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並解除列策追蹤 2. 本案建物臨接直轄市令古蹟 嚴評基督教會 後續拆除及興建工程 請申設單位提送組織保護計畫 及建築設計方案送文化局審查 3. 建請深設單位於後續都市設計審議程序中 將建物原有立面特色及元素融入 及保留立面移塑實物展示等事項 並同納入設計考量 4. 本案提起本審議會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的後續 今天造實建築施事務所及大廠建設有代表出席 那有沒有跟我們要打臉 5分鐘 謝謝 出席外委員 以下建築師普通桌面 目前申請的標的現況是屬於一般三層樓的便接市會住宅 據右側燃海市市號周先生從小就在生長的地方 他已經陳述 他在已經50多年的生命當中 他已經更改過很多次 所以我們看到室內的格子 整個的採光通通的環境只要不符 甚至討論通道是非常狹窄 包括他的樓梯抖斜 也不滿足無障礙的人的要求 甚至也沒有升降設施 所以一組居住生活不方便 所以他才有繼續改建 所以希望我們這樣的申請 簡直面設施動 請下一頁 那在專小組委員在現況做了解之後 也跟地圖做陳述 那地圖跟建商做一個討論之後 那也覺得他們也非常重視整個他們生活的記憶 尤其是像尚合尼塑的保存方式的基金思考 他們分成請的部分來做 那因為拆除的施工當中 他們已經要求建商跟城商 能夠勉善地把菜聯合做完善的計畫 如果將可攀用的屍體 那有一些損害的話 會用3D電影的模型 補貼聯合 至於公共的門廊 以及牆面端頸 以下會有AEC的三處 畫畫視覺的端頸 以及包廚一樓 公共電梯的木板的石花竹影 甚至有一個小的藝術廊造的竹影 那其他的外牆面端 因為他已經多次更改 那也剝落了 所以目前我建議說 這次端的面材不予以保留 下一張機械文端 那這次設計後 目前規劃的一個面圖 整個的公共設施 扣除的升降設施已經剛才聽到說 其實只有自己的面板 那公共設施大概只有九點多平 那考慮到放在試驗的原因 是因為外牆上的一項 其實不夠鮮密 讓我們認可跟以後的基礎品 不夠有生活機的幫助 所以我們建議跟建議之後 他們也同意做 在入口的一個端體上面 氣象做實體上的保留展示 那甚至在一個右側的藝術廊道上 做一些吃水的一個展示的揮畫 包括到提睛的一個木板這樣的樹 所以將電地的木板 做入不修綱石化 有點像繪畫裡的處理 所以我們建議下一張 這是左道 左道的是包括 其他專輯跟電子木板 目前陸入規劃是將 用生死無故的信箱 上台做同一個收納 做結束衣之後 上台擺一些 包括他們被列測這種的靈塑 的實體 做一個 衣像上的一個形式 那再寫下一張 右側則是一個藝術廊道 也是類似的手法 那寫下一張 這是比較細節的主理 尤其像電地的木板 我們也將整個的照片做黑白 請攝影師做出的處理 之後將電力廠商的一個統一規劃 請下一張 那這是未來的視覺模擬 就是包含入口的一個小門梯裡頭 有的視覺斷體廊道 一起遺形 請下一張 這個電地木板上面的一個視覺印記 那以上 希望各位有能夠同意我們的誠意 也非常非常多 謝謝 好 下面有個證據 這個做委員政策案子 或者是我們在初步的時候 他的意見 去文字感 這個狀況 大家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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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我擔任趙基隆 那個 你也有 有學務學 還有網路學官 一起到現場 建築物它基本上 就是一個老新的工法 但是比較新的材料 這個外觀呢 這個可能 開始在建造的時候 也有用到四度三方的 當店的 一個外界周邊 在特地區的一個人群 那屋頂的上面呢 這個 你要想那邊呢 有一點移塑 但是呢 因為年久失修了 包括表面的馬賽克斯坡 都掉落坑 那現場當然 現在公司也有用一些唯一的 把它做好 例如說掉落下來會 可以傷害到經過的行人 那整體構造看起來 就是 比較新的這種材料做的 所以 沒有什麼 特殊的 這個工法 材料 可以來 把它保存的價值 那另外在歷史上面的話 好像也沒有什麼 特殊的一些實踐 這個是歷史的部分 可是我們在當時 經過會長 正中的法律說 是解除 建議解除列策 所以 當就是我們在現場 所行的辦法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御議員 再提出 您再請 我覺得 這個意見很好 我們應該這個 倒不是說 解除列策 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你的後門 整個 整個就是 成俠市的 古典 不但是在大工區 在發展欄上 還有這個 宗教的發展 當地居民的東西 雖然那是個小教堂 可是教育也很少 我們教的教會是 非常熟 知道 他們也還在做一些 戒徒和幫助 一些社會主義 一些活動 我再覺得 你說 你們準備對付 規劃是十二樓 規劃是十二樓 一下兩樓 所以你開挖的時候 開挖的時候 是有點危險的 是 可能 到時候會做一些 吃光的方式 的計畫 都是做一些 趕快要的可能 是 因為我自己也在 接受委託 這個文化局 委託這個 本來這個 十四個國際 那這個 任待 有快控制幾天的 結果現在很多年了 都還沒有幹 他也測試過 他就不太敢 開挖了 高度要降低 然後開挖力也要降 也要減少 當然這個 大都發局 甚至委員會 好好研究 我就是要告訴你們 要有心理解決 不是 你們可以 被解除 略管 可是我們還是會 跟你們的理解 是因為 本地就是一個 所以我覺得 列測最多 十四個月 我會選這個 主席才行 那有 進去 好 下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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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主席各位問答 我想 剛剛建商所提的 那個內容 跟我們一半的事項 是不太符合的 因為還是顧及到 整個周邊的景觀環境 所以希望他的 這個 在都市設計上面 送生意 然後把原來的一些 裡面的遺箱 還是要 放在裡面上 但是今天所提的 反而全部都搬到 那個 他的大廳裡面 那這個就是 有沒有衝突 跟我們 因為如果我們做成這個決議 到了 都市設計生意的時候 他還是會依據這個 來審理你們的案子 所以我先提醒 那個建商所提的案子 好 謝謝委員 其他委員 他們也 我們請教一下 建商的代理 就目前這個案子提案了嗎 建造提在去年的 10月20號已經合遵了 10月20號 那這個案子沒有送 都市設計生意 因為它屬於一般地區 還是建造 這個當然就 這個是 現在目前 因為當時 因為地主不是有 這個 就是 現況的設定 它的設定 所以在當時 裡面把建築 可以拿財照 或 第二階段的組織 所以建造法 要先進 所以他們在 遠退地區 不是 其他還沒有什麼 我們叫做什麼 剛才講的就是說 如果說不納入這個 不必進入這個 投資 那我們今天審議的 在未來 它這個建造 申請的過程 因為委員的 剛才的官簽 報告指示 這個 一半的一些 新作後續 才能夠規範 這個要不要稍微 在程序上 如果建造 拿到的話 原則在設計上 應該就不會改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它今天被解裂 但是將來 因為它臨進古蹟 還是有34條 所以相關的 將來建的計畫 還要送進來審 什麼計畫 就是它的保護計畫 保護計畫 對還是要送進來審 所以它那個34條 搞不好還是有顏色啊 有那個外型的管制 所以你將來那個部分 還是得送公安審 所以等於說 不必借書公審 直接後續三次 對原則上文資法 的資料也可以處理 只是到時候委員 如果要你改的話 你還是可以改喔 你的建造局的人 就變成你到時候 回圖發局去修了 所以這禮拜四項三個 把它拉進去修正 跟把它後續三次 一半三個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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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設計成一天 但已經沒有了 把它改一下 照個剛才關心的部分 我們再三個四項 我們之後續可以做電話 好不好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剛剛做委員提到 就是說 現在的這樣解除 這個列車最終 是不是一個最猛的東西 比如說英文資法現在 以這樣的一個出城 他就不會解除列車最終 只要擔心 就解除列車最終 可是後續這個文資法三次表 還是會有追蹤 他不解除列車最終 他就連猜都不能猜 他不能興建 他新的計畫 也等於不能實施 所以我說 是不是就 把剛才學會委員 相關的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 可以拿入這個離範 尤其第三個 後續我們還能夠做哪些的要求 所以 能量等於是提醒 現在的開發者 他能夠遲到說 後續還有這些離範 我想這大家應該都要 跟後續配合 其他人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照這個 出泥的這個方向 那麼把委員的意見 納入這個離範 相關的條件 如果你們去做這些事 對 說你們的資產 從我們招案不夠 糾根或招案 我們下一段進步 等議案三 前三軍總醫院十四樓 結封分介入文化資產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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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古基石地基分子審討辦法 歷史證明紀念證明的屬布 分子審討及屬布辦法 那辦理行程 本土都發局 課程辦理水源地區的 房財行徒式更新的計畫調查 那這個正在規劃 涉及到整體的屬布計畫評估 另外還有文化部的 委託美元資產下樓 的相關討論資屬布計畫 建立前三軍總醫院十四樓 應該優先進行保存 所以本局依值全發動 本庫的文化資產下樓 結封程序 那本局在106年4月10日 由張坤政委員 名副國委員 從後的房事業委員等人 在民家小組會開 並會議結論 提送文資審議會審議參考 本案去於6月14日 第9月4次的文資會審議 那是會中因為做保存的方式 會達共識 所以當日的會議決議 繼續邀請其他文資委員 針對前三種院區的範圍 各共建築物再進行次會談 然後我們去在7月27日 再請李前浪委員 跟樓宿委員 在原料委員的確信職人進行會談 市的會談 經初時的委員 綜合討論建議 十字樓波爐市 戰備水池 跟建壽委員 韓紀念廷 以及還有第12號建物 就是醫院的辦公室 登陸文藝史建築 保存範圍就以原有的十字樓 中間大樓為主 並依循現有的中間道路 進行範圍發設 考量本案的範圍 因為涉及到本股消防局規劃 保代公平的方案 跟都市計劃 多發局目前進展進行 都市計劃的評估品位 涉及到文資保存 保代跟都市計劃應徵的議題 為了尋找這三種的共識 本局繼續在今年的2月13號 跟3月28號 邀請文資委員跟府內的相關戰會 召開三次的諮詢會 在1月4號的諮詢會議的結論 主要這個案子的規劃 還是要保證 都市計劃保代公園的定位 跟未來的防救災 等等發展 跟文資保存的價值三者的 各大共識 以及2月13號的諮詢會議的結論 除了建議維持本局所提的保存範圍之外 保留後續開替 冰州路三 第二次向企劃道路的開始 然後交官單位的意見和委員的意見 將會提供文資會 為人參考 我們繼續在3月28號的討論會議的結論 是建議說 能建議維持文化局本次所提的保存範圍 但保存的歷史建築本體 因應未來定州路三一段 二十四項自由項道開闢 維持15公尺的經濟道路 讓好良建有的地形附地的瑕疵 跟周邊防災經濟的需求 給予以調整的彈性 所以後續將會在這個意見 提供本司會審議參考 並且我們突發各法局 下方局跟跨局 提供專業的意見 進行充分說明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請委員強灘付建立 這是現況的歷史規矩圖 這個設施我們要保存的 五處的歷史建築本體 以四樓為中心 然後西北側是貨文師 跟站內顯示的位置 公盤側子主要是 建設委員跟醫院辦公室的位置 這邊的土地主要是設施 主要是有國有地跟室友地 以及部分是涉及公司所有的土地 是180-3跟180-9 涉及到部分不知己貴的私人物 這就是五處建議保存的 歷史建築的本體 這是現況照片 這是十字樓的外觀 是正面入口處 目前是替代儀中心在使用 這是十字樓的平面配置的 一個找到的歷史圖說 這是外部空間 在建築的尾端都有樓梯 這是十字樓內部空間的走廊 這也是四樓內部空間 這是屋領空間 這是鍋爐氏 這是鍋爐氏 含煙囪的部分的外觀 這是戰備水池 目前是植栽的一個戶備蓋住了 這是介壽源 含裡面紀念亭的部分 這個外觀是由 目前的外觀是被植物所覆蓋 這是內部紀念亭的樣子 還有石碑的部分 這是紀念亭的頂部 這是紀念亭的一個玄關 這就是醫院辦公室的部分 這個外觀 有關文資評估報告 在要補下 建築年期是 主要是紀元1966年到1972年期間 創建 現況概述 直至樓越目前是做替代中心遺難度數使用 它目前由本國的兵役局在管理 戰備水池、鍋爐氏和介壽委員 還有醫院辦公室都是閒置中 現況原基本上還是維持現況的地緣使用 有關所有權人保存醫院 180-96 土地的地主 是希望說本案能夠像華山一門特區 跟松山天廠一樣的開發 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休閒人 草根觀光客會更有價值 暫時分析部分 我們這個案先後辦了 兩次會開 分別是去年的4月10號跟7月27號 在7月27號的會談結合 基因委員的中和討論建議是 十字樓、樓波爐市、任務水池和介壽委員 還有醫院辦公室都登錄為衣食建築 未來的管理維護財務規劃 依文治法規定是應由所有權人 管理的使用人管理維護 所以以此未來的管理維護的財務規劃 建議由土地跟介護使用單位進行規劃縮 另外針對登錄範圍的影響進行評估的說明是 目前為十字樓限制定義取代 無обще 瀞雪尔 酷